大家好 中国经济崩溃之后会怎么样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YouTuber的视频 虽然我跟他的观点和看法不一样 但是不当我喜欢他 有的时候我看他的频道确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他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特别的新颖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这个我喜欢的YouTuber 他发表了一个言论 他说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就会全面的崩溃 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别看上去表面发容 但是已经千疮百孔了 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条矿井 说这个地方塌房了 那个地方也塌房 说这个地方漏一个窟窿 那个地方漏一个窟窿 他还没有全面的倒塌崩溃 但是未来将马上要到来了 说要崩溃了 其实我对他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 他说的是比较狠 就是比较带劲 但是我认为他不符合经济的一个原理 那么咱们回过头来说 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崩溃 中国现在开始内循环外循环 并且要以创新拉动中国的一个经济 这是对的 如果真的要是能够像这个纸面上说的这些 能够办到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未来还会去向好发展 你说每年4%到5%的一个增长 那也会达到的 对吧 或许更高 那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 咱们可以这么说 以百分之十几的一个速度发展 一个国家的这个GDP 那不是一个小事 那真的是中国奇迹 就靠咱们中国这所有人的勤劳的双手 对吧 创造出了我们中国现在的富裕 对吧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那行了 这些好的咱们说完了 咱们回过头来 接着说这个创新的事 这个创新以前我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不把思想解放了 那么创新呢 我感觉非常困难 但如果你要是思想解放了 那我想创新不是个事 因为我对于中华民族吧 对吧 对于咱们这个种族 我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我认为咱们一点也不差 你包括你说亚洲人种 日本科研能力 或这个诺贝尔都没有问题 对吧 你包括台湾也很好嘛 对吧 都是同胞 都是这个怎么说来的 都是同根生的一个同胞 你看台湾这些医疗 各个方面什么的 不也很好嘛 也都挺有人才 那我相信大陆也一样 包括你像香港 港澳台 就这些地方 有华人的地方呢 不缺乏这些聪明人 但是缺乏什么 缺乏有这种创新的一个环境 创新的一个意识 还有思想的一种解放 如果你让所有人都相信 一个论调了 或者是你把所有人的思想 都弄成 怎么说呢 应该像流水线上下来的 一个产品一样 那我认为 你要想谈创新 门也没有 对吧 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说的 你一定要解放思想 把墙刨了 是吧 让大家打开言论 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是 但是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 那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啊 就我喜欢的那个YouTuber 他不说中国经济未来两到三年能崩溃吗 其实这个我的预测也是不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中国人普遍来讲 都有储蓄 这个真的是啊 全世界最 就是储蓄大国呀 中国说第一 都没 中国说第二 都没人敢说第一 真的 中国人就善于储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什么教育啊 医疗啊 各方面啊 都害怕 是吧 有这个担心 就像这回疫情 中国人最能囤口罩啊 大米啊 这些东西 特别有先见之明啊 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不好啊 我说这些 就是有这个预见性的一个 怎么说呢 有这一种危机的一个预判 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应对危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所以说呢 就是中国人 自古以来就有这种 因为医疗啊 教育啊 各个方面 用钱的地方太多 政府啊 都没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所以说中国人必须存钱 但存钱呢 也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存钱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拉动内需 只要国家 想办法把老百姓手里这些钱 你包括盖房的也好啊 或者是研究什么产品也好啊 对吧 用华为手机啊 其他种种方面吧 只要把老百姓的这个钱扣出来 就拉动内需的 就是可以的 中国经济啊 未来再循环个五六年 就这么抠老百姓的钱 也黄不了 说句实话 那么有的时候在想啊 就是就是说什么呢 你说经过经济 未来的腾飞 那我是说以创新拉动 那你给打开思想 如果没有呢 那会不会就崩溃呢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 中国老百姓手里头有钱 未来啊 国家政府啊 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 把这钱扣住了 那也是能抵挡一阵的 再一个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中国吧 其实就是你经济不发展了 大不了 咱们就调入这种 中等收入陷阱 那何谓中等收入陷阱呢 就是我们的人均GDP啊 也就维持在这一万美元了 咱就不涨 也不跌了 就维持在这了 就完事了 你就像日本这个经济 一直不就维持在 它这个高水平了 是吧 它这个发达水平的序列 它也没有什么增长 也没有什么跌 就这么维持住了 那像咱们这种 中等收入国家呢 也是啊 如果一旦 比如说 咱们调入了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 它也不是晴天霹雳 它大不了 咱们就是维持 目前的一个现状 就是咱们的产能 咱们的生产资料 创造出来 产品的一个价值 也就够维持 我们目前的一个 生活水准 咱们没有再提高的 一个动能了 仅此而已 就比如说像巴西啊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 还有哪呢 像那个马来西亚啊 是吧 这些还有一些 拉美国家 就调入这种 中等收入陷阱的 这些国家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要 过分的一个恐慌 那你说现在 马来西亚也 活得不幸福吗 对吧 你说巴西不行了吗 那踢球踢的 不也刚刚的吗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 必要的 就是也没有这么大的 必要一个恐慌 那之所以说 中国经济 最不好的情况下 如果全面崩溃的话 会是什么样 一个是我们没有内需了 一个是我们出口也不行了 那这 那肯定是会导致这个制造业的全面崩溃啊 我们没有内需之后呢 厂家就不做了 不做东西呢 这个经济就崩溃了 对吧 没有制造业了 制造业全面崩塌了 完了 老百姓手里头 没有需求了 就是没有钱了 对吧 老百姓手里没钱了 没钱储蓄了 银行也不工作了 银行不工作了 也不能去放贷了 我要工厂呢 也没有钱了 所以说这 全乱了 是吧 就是这个 市场啊 还有这个 市场啊 还有这个 供给方啊 还有这个 金融行业 这三方 没有成为一个 良性的一个循环 那就全线紊断了 是吧 各自为战了 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老百姓手里有钱 有钱呢 把钱投资到金融 金融行业呢 就比如说储蓄 是吧 比如说买股票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金融活动了 那金融呢 再把它金融融资到的钱 给予厂商 那厂商呢 生产出来产品 对吧 有这个市场 老百姓有需求 再通过比如说 贷款的一个途径买呀 或者是说 拿到工资的一部分 去购买呀 怎么那都行 反正就之后呢 哎 推成了一个 良性的一个循环 这个是一个 经济的一个循环 当你把这个循环 都砍掉了的话 都已经紊乱了的话 那就不定 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了 那兴许真的经济崩溃 那基于我 刚才跟大家说 一个中国老百姓 有存款 这个需求不愁 对吧 你看那循环 我前两天 去了一趟中级 就买这个苹果手机的 还是络绎不绝 门口排上 那个大长队 也真的 这个苹果公司 真的不能放弃 中国市场 太庞大了 那华为我没去 我没爱看 是吧 我对那个 实在是不是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看到苹果公司 这个门口排 这么一大长排 真的 里头人满为患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苹果公司 在东北执行这个抗议 就现在还是特别阳格的 每一个人都测这个体温 相对来讲 外资企业在于 在华的一个投资 它通常来讲 会很遵守 当地的一个法律法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外国人 有这种契约精神 再一个呢 它不像本土的一个企业 有一些 自己的一个渠道 来解决这些 政策的一个问题 它只有遵守这个政策的问题 只有遵守这个政策 就是外企 只有遵守政策 它才能在中国混进去 是吧 才能在中国经营下去 这也是本土企业 和这个外资企业的一个不同 所以说我看到了 这个苹果公司执行 这个抗议 还有它这个门口排了 那么一大长队 要戴口罩什么的 执行的是最好的 你像其他的这个档口 其他的这个公司吧 它执行的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有点懈怠了 那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刚才我和大家说 在一个中国的这些制造业 这制造业这一带一路 咱不管它一带一路 能不能处去吧 那起码咱们这个内循环 短期之内真的还是可以的 中国有这么多人 对吧 再一个 我说中国有存款 有这么多人 内循环也 也能挺一阵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再一个 就即便咱们以后 没有上升的一个动能了 就维持现状 对吧 咱调入这个中斗收入陷阱了 也不是说咱活不下去了 那你看马来西亚巴西 这不也没死人吗 对吧 不也还是那样吗 大不了咱们生活 就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提高了 也就仅此而已了 你说要是全面崩溃的是什么样呢 就是老百姓手里面嫌了 市场也不攻击了 那就全线崩溃了 是吧 厂子都倒闭了 老百姓也没有收入了 那这个是全面崩溃的 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呢 攻击方面严重的萎缩 那么咱们这个 怎么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通货膨胀了 对吧 攻击萎缩了以后呢 产品的价格必然拉高 拉高之后呢 老百姓手里还没钱 是吧 而且物品价格还起高 起高 是吧 那就这样是 那老百姓呢 基本上就开始就要有饿死的了 那大家想一想 那会不会饿死呢 咱们大家想一想 就是中国也算是一个农业大国 说这个拔一亩耕地红相 不会变 再有吧 你说中国说有水灾 那确实是啊 那你说中国哪年 他们有点小灾小那儿的 就是水灾 还有我记得98年 那是红灾是吧 那你说咱们也没发生这种 就是系统性的什么凉黄吧 你除了大跃进 对吧 农民都开始定了一个 不切实际的目标 说要在15年之内 是追英赶美呀 还是几年之内呀 就要超过美国呀 什么的 这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对吧 超过美国和英国 那所有的农民都不种地了 去炼铁了 炼那没有用的废铁 才导致的恶瓢变野 是吧 但现在没有做那种 大跃进式的一个举动了 起码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那没有看到 大家想一下 那会还发生这种 三年之间的灾害 对吧 尤其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比如说去年 咱们国家浪费的那些粮食 都够整个北朝鲜吃一年的了 是吧 就咱浪费那些都可以了 那咱们大家想 那这个食物 为什么前两天 国家说是不要浪费了 一个是水灾 一个是疫情 再一个呢 就是也保障粮食安全 因为一个国家的粮食 可以这么说 粮食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那个民间就开始有动乱了 是吧 比如说人吃人了 是吧 又抢劫呀 暴力案件就击整了 是吧 就这些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保证 粮食的供应呢 供给呢 因为只有粮食的稳定 才能保证这个国家和谐 那只有粮食的供给的平稳 才能保证这个国家 有能力去创新 而且能够保障这种 社会的一个分工 咱们各司其职 对吧 只有这样才可以 所以说对于这个粮食的安全呢 我认为 如果政府 我相信政府也明白这个事情啊 就是真的 他不会说是 故意啊 或者是说弄点什么 让这个粮食不够吃的 他其实对这个还是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个风险意识在那里 所以说你看这些海外的媒体 老是说中国这个粮食不够吃啊 有的时候我说了 我说国内那些粮价呢 虽然我也囤粮了 我跟大家说我囤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会说啊 说你们粮食肯定不够吃啊 明天就饿死下 冷得真的一吃半会儿 真饿不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粮价啊 它并没有说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 那如果假如说有一天 这个粮食价格有大幅的波动了的话 哎 那么真的兴许危机就到来了 在一个粮食大规模的一个波动之后呢 如果你在 即便是粮食 比如说它没有大规模的波动 比如国家控制的价格 但是你买不着了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也有可能是粮食不够了 但这些目前我都没有遇到啊 所以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种风险 那么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呢 那咱们走着看啊 再一个 即便是今年不丰收了 再一个中国 目前我说句实话 这个疫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 那就这种情况下 今年咱们只要能度过去了 那明年不就又可以种粮了吗 对吧 中国它也是一个农业国 尤其东北啊 尤其东北这边 它有很大的一个地 前两天这个习近平主席是吧 不也来东北考察了吗 看一看这个粮食 看看够不够吃啊 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充足的一个储备啊 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吧 这个就是我目前分析的一个现状啊 那究竟国外这些 就海外这些西方媒体说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说粮食不够吃 大饥荒要来了 那我认为短期内也不会啊 也不用说大家这么这么害怕啊 但是你说长期会不会呢 咱们也不能说把这个可能性完全说没有 对吧 这一干的拍子 就说绝对没有 那谁知道呢 也不是我去看这国家的粮仓 对吧 我要去视察一圈 我要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那行 对吧 那我也不知道 海外这些人呢 究竟中国有多少粮 他也不知道 是吧 他就说了 咱们不进口美国的大豆了 中国研究不行了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美国那个大豆 是不是有转机饮的 我真不希望他进来 他进点其他国家的 咱进点非转机饮 我对这个转机饮呢 是特别害怕 我都不知道为啥 我就感觉 人工合成的这些食物啊 就跟这个 怎么说呢 就跟这个女孩去整容一样 是吧 前两天的宝石龙 这个外瞬妮 是瞬妮 是瞬妮吧 还是外瞬妮 我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他这个瞬妮 去整容了 不死在了手术台吗 我就觉得这个转机饮 跟那个整容是一样的 他整好了 特别漂亮 特别好 他要整不好呢 他就死在手术台了 所以说我就 对这转机饮 我就特别恐怖 他要转好了呢 咱吃了有营养 他转不好呢 咱吃了就死了 所以说我特别反感 那个转机饮商品啊 而且美国这个大豆 它是经济作物 它也不是说这种 粮食作物了 是吧 也不是说这种 粮食作物 它自己都不吃 就往外卖 所以说呢 你定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这个也是为什么 他能中这个 转机饮的一个原演 他自己也不吃 是吧 你说这玩呢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要过分的 一个担心 咱就走一步 看一步 一定要是 不要害怕 就是内心一定要平静 平和 那么今天稍后呢 我还会给年轻人 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 因为这个是有很多的 小伙伴 问我问题啊 这个我觉得今天 我想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整体的跟大家处理一下 目前的小伙伴们的一个焦虑 是吧 尤其是这个年龄大的 对吧 觉得怎么还没有另一半呢 有的时候没有工作呀 各个方面的一个压力 我也希望 跟大家能够探讨一下 跟大家探讨 互相沟通 那好了 这期视频呢 我就做到这儿了 那大家呢 现在还是开开心心的 不要有过大的一个担忧啊 是吧 比如说梁黄啊 或者是说要不要囤梁啊 适当囤点行 真的你囤个一年半载都行 反正你自己看看 你们自己的信心 你要是对政府特别有信心的 你就囤个一年半载的 你要说 哎 不对啊 一年半载 你要对政府特别有信心 你就不用囤了 对吧 你像我这样呢 有点信心 还没信心 这件事的话 囤个一年半载的 你要彻底没信心 你就囤五年呢 对吧 但有时候囤五年 也有点那啥呢 粮食都过保质期了 这个也有点那什么 我就囤到什么程度呢 就囤到这个粮食的保质期 我就是这样啊 粮食保质期是十八个月 你看我就囤一年半 也就这样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录到这儿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 大家不用太担心 不用太担心啊 要不然你看完海外这些 就是反华的一些媒体 你都觉得日热过不了了 是吧 只能说必须出国了 就明天不出国 我就饿死了 不要有这个想法啊 不至于 还不至于啊 那我相信呢 每一个人呢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出路 咱们就比如说 你想移民的 想出国的 你现在也出不去 外边都闹疫情呢 对吧 你要觉得外边 那个世界特别美好 特别灿烂 你就比如说像我似的 对吧 我就想移民嘛 所以说咱们就等 等外边都风平浪静了 一切都过去了 是吧 咱们找到咱们的 理想的国度 是吧 咱们在那里 开开心心的生活啊 如果大家比如说 特别喜欢中国这片土地 也欢迎大家在中国 进行建设啊 无论你在哪里 只要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就行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